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今天要为大家继续介绍的 就是少爷的时代 这一部描述明治时代 在日本现代文学之所以兴起 以及在日本文学开端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文学作家 跟文学作品的一部 了不起的漫画作品 虽然是漫画 但是漫画处理的是 非常严肃的题材 在处理严肃的题材的过程当中 这一部书的两位作者 贯穿夏阳跟骨口智郎 贯穿夏阳写的是剧本 骨口智郎负责绘图 他们非常传神的 把我们带回到 日本的那样的一个 明治风云时代 在灵灵的近代当中 让我们看到 活得多彩多姿的明治人 在漫画的作品当中 特别点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 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那样 短时间之内爆发出 日本文学如此精彩的活力 其中有一部分 正就是因为 这个时代的这些作者 他们都不是静态的人物 他们不是在书房里面 写作的我们一般想象的 这些作者 为什么会能够成立 为什么能够用漫画来形容 来书写文学史 因为这个时候 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史 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事件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 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文学作者 不管在他们的私人的生活 或者在他们公共的介入上面 他们都展现出惊人的活力 所以漫画有一部分 刻画描述的是 这些作者的私生活 例如说我们在前面 看到了森欧外 如何因为他自己的 恋爱的痛苦的经验 因而写下了 五姬这个作品 或者是二夜亭四明 他如何在 个人的这个迷失的过程当中 他写了迷云 不过除了这种 个人的生活上面的 刻画跟描述 漫画另外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在于这些作者 他们如何介入社会 这其中关键的 有一部分表现在 这部作品的第四卷 第四卷呢 它的标题叫做 明治流星雨 这里所选择的 关键的人物是 信德秋水 而跟信德秋水 围绕着信德秋水 另外重要的是 要借由漫画 来刻画大逆事件 大逆事件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 整个明治维新时代的 最重要的一个终结 明治维新时代的 最大的特色是 面对西方开国 然后让各种不同 多元的事物 进入到日本来 所以日本是在一个 非常吵杂 然后充满了各种 可能性的环境当中 但是大逆事件 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接下来产生的这个转折 经过了短短的 大政时代 大政民主时代的 另外一种骚动之后 大逆事件 其实也就开启了 日本后来军国主义 或者是绝对天皇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封闭的道路 大逆事件 究竟是什么呢 在漫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明治41年的11月 在漫画里面 就把这个事情 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大逆事件 有一个核心的 一个行动 核心的行动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是明治41年的11月 在艾滋县 有一个工人 这是公下太极 他有了一个概略的构想 他的构想 就是要暗杀 当时的明治天皇 到第二年 公下太极的这个想法 被当时另外一个 非常激进的女性 兼野虚游子 知道了 而且呢 给了他更具体的 一个暗杀的计划 他们的这个计划 最后就牵涉到了 信德秋水 究竟所谓大逆事件 其实他的核心的行动 不过就是公下太极 他躲到山里面 去做炸药 因为他得到了 有了管道 可以得到制作炸药的原料 的力确确 当时他是有一个计划 是要在阅兵的 这样的一个庆典当中 投持炸药 然后呢 暗杀明治天皇 不过在真正实行之前 就被破获 可是被破获了 所以换句话说 暗杀行动 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真正付诸实行 可是就由公下太极 接下来牵连到 奸野虚赫子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气氛 跟环境底下 这个案子呢 被近乎是无限上纲的扩大 无限上纲其中 就牵连到信德秋水 信德秋水就被视为是 这整件事情的主犯 在不断的牵连 只要知道这件事情 或者是被认为 曾经在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 参与过会议的人 这个事件当中 都被抓来当作被告 最后一共有24个被告 这24个被告 几乎都是以社会主义者 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 在参与讨论革命梦想的座谈的时候 在场听过 或者是谈论过行动的构想而已 所以这整件事情叫做大逆事件 大逆指的就是要暗杀天皇 可是暗杀天皇并没有真的发生 大逆事件事实上也就是在明治末年 这个时候是为了对付当时叫做主义者的一种镇压的行为 把这个24个人全部抓起来 其实关键的重点不在于他们要暗杀天皇 而在于他们是主义者的代表 那什么叫做主义者 主义者指的其实就是三种信仰的人 一种是最激烈的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主张不要政府 这是非常非常理想化的一种人 因为看到了当时 日本社会在经历了明治维新的这个动荡之后 贫富悬殊 工人阶级饱受压迫 又看到了这些有权有势 有财富的人 在社会上面嚣张跋扈的样子 在看到当时的政府在立场上面明显的 导向所有的这些有权 所有的这些有财富的人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主张人跟人之间不需要政府 应该是用最纯粹的爱情 最纯粹的爱跟关怀 来结合成为社会组织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一种理想 很明显的就必须要退翻 既有的这个邪恶的政府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所想象的未来 是理想的 是美好的 可是他们必须要诉诸于行动 诉诸于现实的行动 却是激烈的 无政府主义者 后来也就很自然的跟暗杀行动 也结合在一起 尤其是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俄罗斯的各种不同的 无政府主义者 连番的发动对于 沙皇政府的种种的暗杀的行为 再加上这个时候 联系到中国的革命事业 也正在风起云涌 所以这个就刺激了 日本的这些主义者 他们认为 为什么只有在日本 这个政府跟这些 有权有权力 有财富的人 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这么 稳固的联盟关系 不能够被撼动 应该要被撼动 应该要被改变 主义者除了有 无政府主义者之外 另外有 相较于 无政府主义者 比较温和一点的 共产主义者 以及 比共产主义者 更温和一点的 社会主义者 当然这个时候 共产主义者 跟社会主义者 最重要的一个分界分野 也就是究竟是要用上街头 甚至诉诸于暴力的革命的行为 来逼迫这个社会 逼迫政府改变 还是用参加选举 在议会里面进行的议会路线 来影响 来促进改变 这是路线上面的选择 不过他们一般 就在那个时代 总体都被称之为叫做主义者 这些主义者 因为部分的激进的分子 他们诉诸于暗杀的行动 而暗杀的行动 在那个时代 其实还蛮容易得逞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知道 包括当时对于这些政治人物的保护 为安不是那么样的发达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上面 其实也是蛮惊人的 也就是 维新政府建立了之后 原来这些大凡里面的这些 主要的人物 进入到了明治政府 权力越来越高 最后变成了大佬的这一群人 这些明治的革命志士 后来变成大官的人 一个一个到了明治的末年 基本上都在各种不同的暗杀事件当中 成为对象 而且好几个人都死在暗杀当中 伊登博文死在暗杀当中 大九宝利控死在暗杀当中 例如说后来的心亨原禁 这些人全部都死在暗杀当中 所以这里面接下来就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那是漫画当中特别凸显 三线友朋 三线友朋跟这些人是一起崛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年纪也大了 到了快要七十岁 他就亲眼目睹感受到 他身边的这一群人 一个一个被这些主义者 用最激烈的手段给暗杀 这激起了三线友朋 一方面是恐惧 一方面是愤怒 所以大逆事件 其实背后也就是三线友朋 所支持的贵太郎的内阁政府 他们决定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政府的行为 让杀鸡儆猴 让这些主义者知道 他们不能够继续用暗杀的方式 来遂行他们的信仰 所以这个是这一部漫画作品 所凸显出来的历史的重点 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昨天我去网咖 认识了新朋友 他给了我几包奶茶及容包 刚好现在当饮料喝 等一下 你的奶茶借我看一下 怎么了吗 你看 这个奶茶有重新包装过的痕迹 可能被添加了对身体有害的成分 更有可能混入毒品 小心喝了上瘾又上身哦 提醒您 请拒绝来路不明的食物及饮品 避免危害自己的健康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节电竞技赛 现在两位选手就定位 预备 开始 选用高效率的节能加电 得分 不必要的电源记得顺手关 得分 穿着夏日青衫 得分 清洗冷气滤网 冷气最室温26到28度 得分 公布比赛结果 两位选手并列第一 节能不分胜负 爱地球做就对了 让我们一起为节电多做一件事 少做浪费电的事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老大 这次要找的凶手很狡猾耶 有什么线索 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但他却无所不在 等到头痛眼花 肩颈僵硬 心跳加速时 那就糟了啦 我知道了 凶手性高明血压 会导致心肌梗塞 脑中风等并发症 在台湾 平均每四个人 就有一位是高血压 却有近三成的人 一年内没量过血压 难怪我们抓不到它 只有养成凉血压习惯 才能及早发现和治疗哦 没错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大家好 我是女生 有人叫我 正妹 也叫我 辣妹 不过 我最喜欢别人叫我 师傅 没错 我是汽车喷漆师 别看我是女生 我很努力 不断地练习 累积技术经验 用喷枪 才会我的人生梦想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耶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大家好 我是人爸 您现在所收听的 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为大家介绍的 少爷的时代 这一部漫画作品 漫画作品的其中的第四卷 名字流行与处理的是 《性的秋水》 以及《大逆事件》 这个也就是不是我们一般认为 漫画会处理的主题 它不只是历史的主题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激烈 革命性的历史的场景 而更重要的是 漫画的作者 贯川夏洋 以及顾口智郎 他们是真的就是 抱持着这样的一个信念 他们要在漫画当中 把这个复杂的历史的 情境历史的事件 介绍给读者 他们在漫画里面 要探索的就是 产业革命在甲午战争 跟日俄战争当中 急速发展之后 日本的全国各地 就开始出现了劳动者 这种劳动者 这些工人广大的群众 在资本制度 没有成熟的情况底下 当然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存在 就非常的痛苦 各地都有复杂的 而且激烈的劳资的纠纷 所以因应于 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烧动 在思想上面 也就出现了批判的各种不同 不平等 不合理现象的人 跟他们的言论 明治三零年代的人 他们已经受到了西方 这些思潮的冲击 但是他们对于 从西方传进来的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 他们还没有办法 那么样明确的 分别他的其中的差异 所以把这些 无政府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都统称叫做主义者 总之 这些主义分子 或这些主义者 他们受到 西欧的社会思想的影响 意识到资本制度 跟帝国主义之间的 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摇升一遍 就变成了忧国之士 忧国之士 也就意味着 他们要采取行动 来挽救他们 心目当中 他们所看到 进入到危险状态底下的 这个国家 明治维新过了40年 当时的这些年轻的革命家 都垂垂老矣 当然也不可能继续保有 那样一种革命的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 取而代之的是 革命精神空洞了之后 是一种恐惧的情绪 支配了当时的政府 他们的恐惧是 他们打造出来的 这个名字的国家 被新进的 被新新鲜的 出来的这种社会主义 包括强调 所有的人平等的 这样的一种思想 所改变 甚至被动摇 所以呢 这里面 唯新关键人物 就在于 唯新唯一存活的 唯新的元老 三线友朋 他个人的恐惧感 更加的强烈 他的恐惧感 是双重的 一个是 他看到 他身边的 其他的这些元老 一个一个被暗杀 他当然知道 这些暗杀者 也会以他 作为对象 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另外有一个 大我的恐惧 除了这种 小我的恐惧之外 他另外有一个 大我的恐惧 大我的恐惧就是 他们所打造出来的 这个民智国家 会不会 这个时候 在他的晚年 会看到 竟然被这些年轻人 用这种激进 对他们来说 无法接受的 想法 给退翻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底下 基于 过度的危机感 跟防卫心态 所以 他们决定 采取 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的手段 来处理 被后来被称之为 叫做 大逆事件 大逆事件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要逮捕 信德秋水 检察官还犹豫不决 不过等到他明白了 当时的首相贵太郎 以及贵太郎 背后的 三线友朋的心思 就改变了 起诉的方针 扩大处理 把所有的危险分子 要一网打尽 原来真正涉及到 制造炸药的行动 其实呢 只有监野虚客子 攻下太极 加上新春跟古河 原来只有他们四个人 知道这件事情的另外 但其实并没有 真正是 这个主谋的 那就是信德秋水 本来只有五个人 可是 最后因为这样的一种态度 所以扩大 到处去捉拿的人犯 最后被抓的这些人 有些跟主犯 甚至不认识 有些甚至 连主犯的名字 没有听过 都被无限上纲的 这个大案 给构陷进来 变成了叫做 共同谋义者 然后呢 这些 共同谋义者 他们最后 因为他们被 用叫做 大逆 也就是 要对 这个天皇不利 这个罪名 这个罪名所起诉 这个罪名在当时的 日本的法律 是最严厉的一条 最严厉的一条 也就意味着 他只有罪名成立 或者是不成立 没有成立的程度 如果罪名成立 也就只有一种惩罚 那就是死刑 在这个事件当中 一共有26个人 被起诉 最后呢 只有两个人 被认为是无罪 有其中的24个人 都被认定 犯了这个大逆罪 所以在理论上 在法律上 也就是意味着 这24个人 通通都要被处死 都被判了 24个死刑 不过后来 他在法律的执行上面 有所变通 有12个人 实质上 被用无企徒刑的方式 关在牢里面 真正被处决的 也有12个人 所以这当然是 当时大为震动了 日本社会的 一个重大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 事实上 是跟日本的文学 有密切的关系 密切的关系 其中一条 是因为信德秋水 信德秋水是一个 充满了浪漫思想的一个人 他对于 无政府主义的 那样的一种情绪 然后他周遭环绕的 许许多多文学的作者 他也是一个非常勤劳 而且有效的一个翻译者 他把跟无政府主义 跟共产主义 有关的这些重要的 西欧的文献 翻译 介绍进入到了日本 更重要的是 借由信德秋水的 这样的一个联系 许许多多的 日本当时主要的 近代文学的作者 他们其实都是抱持着 相对的左翼的思想 这些左翼的思想 才是刺激他们 去写出这些文学作品的 重要的动机跟动能 也因而 当信德秋水 被捡入到大力事件 用这种方式被 上了脚心台 被绞杀 对于所有的这些人 这些文学的作者 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例如说 也是在漫画的作品当中 凸显的另外一个 主人翁 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但是他的生活 一塌糊涂 那是十串着目 十串着目 在知道了大力事件的 新闻跟冲击之后 他曾经在他的诗集 《哨子与口哨》当中 用一连串的诗作 来表露他自己的心声 其中有一首诗 叫做《一池可可亚》 里面就有这么几行诗句 是说 我明白恐怖主义者的悲哀心境 难以分辨言语跟行动的不同 只有那一颗心 取代了被剥夺的言语 想以行动来表达的那颗心 把我和我的身体 完全投向敌人的那一颗心 这个事件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有些人虽然不像十串着目 用文学的作品 表达自己内在的悲愤 可是这些事情 仍然在他们的身体里面 在他们的著作里面 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例如说项目素食 项目素食从来没有对大力事件 表现过任何的态度 可是大力事件结束两年之后 明治44年2月 这个时候文部审要通知 要颁发文学博士学位给他 令人非常意外的 项目素食不只是拒绝 而且他是强烈的反对 采取了顽固的态度 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要接受 这个文学博士的学位 可是这个文学博士的学位 文部审已经要给他了 他不接受 真是很麻烦的事情 这就是在项目素食的资历上面 过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混淆 到底他有没有博士 这个博士的头衔是 文部审认为已经颁给他了 项目素食自己却是拒绝接受 变成这样一种寒昏的状态 他为什么拒绝接受 文学博士作为抗议 另外五者小鹿迟度 郑中白鸟拉 勇景和风这些人 他们虽然也都没有表现对于 大力事件的态度 可是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都低调的透露过自己的想法 透露想法很重要的一种表达 就是认定 这个时候 日本时代的青年期已经结束了 所以表达出来 在大力事件之后 他们所认识或透露的刺激 他们作为一个文学作家 起点的那样的一个时代 完结了 他们必须要悲哀的 面对另外一个时代 他们就必须要找到 另外不一样的 文学的出路跟文学的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转捩点 少爷的时代 这一部漫画作品 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 也在漫画的作品当中 帮我们传递出来 让我们对于日本文学的变化 有更深入的体会跟认知 这绝对是一部 值得大家有空的时候 翻一翻看一看 认识日本时代 跟日本文学的重要漫画作品 总名就叫做少爷的时代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二 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